嗨 歡迎收看關於三區任台 你好我是阿拉主播李沛軒 本週我們有備而來背了手版 就是因為呢 在這一次言論自由日的話題裡面 我們看到賴清德 他宣布在520執政之後 他所要做的三件事情 但裡面其實有幾點 大家聽了關鍵字之後 覺得細思疾口 我們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次他講到520就職之後 他要來進行的是社會改造 國家重建以及洗敵每個人的人生 他並且強調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而是要付出代價 一席話當然包在一整段話裡面 聽起來好像還聽的可以 但你再仔細看一些關鍵字 你會覺得難道現在綠營 真的要走向被PET網友常常說的綠共了嗎 最近這幾句話代表什麼樣的含義 而我們的一般小老百姓裡面 聽起來又會覺得是什麼樣的解讀呢 就讓我們一起聽聽看吧 Let's go 比較抽象一點 可是還是要看他上任之後 實際做了什麼樣的政策 我都亂講了 沒錯的啦 這個人沒用的啦 他說要國家重建 我就是想當台獨的 他請得跟蔡英文當總統會有什麼樣的不一樣 我覺得他都都是騙台灣人而已 因為大陸他感動 他台獨沒講過啊 他都是跟台灣說 我們等一下怎樣 他也不敢講啊 對不對 當了總統他一講就不敢開口啦 他可能想做某些事啦 可是我想 嗯 他也做不來吧 什麼自由 什麼東西 我們哪有什麼自由啊 我不覺得台灣有自由 嗯 你就是說你 表面的他會給你自由啦 你真的要 你有事情你要找官員 他不會理你的 洗滴每個人的人生 那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台灣版的文化大革命要來了 我是覺得是真的 怎麼說 我覺得民進黨的執政 不是那麼讓人家放心 那是大家自己自我的設定 所以我覺得大家看到媒體的自我解讀都不一樣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這兩句啦 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而是要付出代價 對 沒有錯 怎麼說 沒有啊 自由本來就是要自己去爭取 那你覺得他上任之後 台灣會更好 你覺得他跟蔡英文比起來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就他可能就是延續他的路線吧 但我看現在今天 還比較漲了快400點吧 相信大家應該有賺錢人是多數的 我不會有憂慮啊 我們很習慣台灣的民主自由 然後常常會忘記說 這個其實是要拋爭取來了 那在中國的威脅下面 我覺得 嗯 國際的緊張歧視的情勢 餘意升高 那我們需要檢視一下自己 目前社會是不是 能夠充分的營運這樣子的變局 那我覺得 我們應該有做一些改變的心理準備 所以我覺得他是在提醒我們的國人 呃 對岸的威脅越來越升高 那我們要怎麼樣改變自己的社會 或者改變自己的心態 來面臨這樣子的變局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有的國際觀 我覺得重點是 不同想法的人要能夠互相溝通 怎麼樣為台灣社會 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 你覺得賴清德這個人當總統 會比蔡英文當總統 有多哪些特質 或是少哪些特質 少的部分我想 我覺得性別上面的差異 可能他比較沒有蔡英文 來的那麼溫暖跟柔軟 我會覺得他比較 更理想性一些 他可能會比蔡英文來的 更願意主動去推動一些他的理想 即便會面臨到一些阻敗 那當然在這個位置的人 並不是每個都 每個他所想要 覺得正確的事情 都能夠被妥善的推動 那我覺得至少他是 比較有毅力 比較有願景 願意排除萬難去達成這個目標的人 太自由了 台灣太自由了 你覺得現在太自由 自由到被亂了 真的 覺得他應該不用講洗滌 每個人的人生吧 你說文革嗎 或者是共產黨化嗎 他好像不知道要做什麼大計畫 我們國家本來就是 一個民主體制的國家 那就依照我們國家 比如說憲法或者是法律這種 在進行在運作就好 就一把行政其實就可以了 社會改造的話 他應該是要講是哪方面的改造 然後國家重建 那他可能覺得說中華民國 如果還是跟大陸那邊有連結的話 那他應該是想表達說 是不是讓他更台灣化 就把他獨立出來這樣 對因為他其實應該要把他講得比較清楚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 你覺得我們現在夠自由嗎 這個代價我們已經付過了 那不是現在又在提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候的中華民國是威權時代 那有他們黨外 然後又有民進黨這個成立 然後去對抗那個時候的威權的國民黨 那個代價已經付過了 那我不知道他現在所謂的付出代價是什麼 是指我們要跟共產黨打仗嗎 問題是共產黨他目前也只是 比較像對於台灣這邊 就是台灣政府這邊的叫囂 他還沒有實際要打 那我們其實還是依我們的法制 去做防範就可以了 而不是一直在洗腦說 兩岸一定會打仗那種感覺 你每個人的人 這一條我有點看不到 可能從出社會開始 就要有一點個人的獨立 判斷力 對 那你有這個能力的話 這一條就是不成立 因為你不管很多的訊息 你都會去篩選 像台獨嗎 後面兩句好像是台獨 日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然後社會改造國家重建 現在台灣就挺好的 我不太能理解 平均一席話 如天一席話 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就消歸潮水吧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起碼這四年可能還是會延續蔡英文 對啊 換了一個新的總統候選人 應該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民主的一些看法 這只是一個文字上面的一個陳述而已 對 我覺得台灣還是一個很明確的國家 對 我覺得這個是參考就好 這一次的街訪題目有點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因為其實很多人看不懂賴清德 實際想要強調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剛剛還有聽到一位觀眾朋友跟我們講到說 看完只覺得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尤其裡面的用字潛詞 因為不夠精確 不夠具體 讓大家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 例如所謂的社會改造 國家重建 洗敵每個人的人生 乍聽之下很共產黨 但是眉頭眉尾的 又用在了是所謂的言論自由日 來把它發表出來 我們就不知道他的主詞 跟他真正的目的又為何 不過更備受討論的恐怕是後面的兩句話 所謂的自由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而是要付出代價的 有部分觀眾朋友我們在受訪的時候 跟我們強調他有一點點憂慮 會不會把它延伸閱讀為 我們要跟大陸之間兩岸會產生一些變化 尤其是不是要更走向台獨呢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賴清德實際在上台之後 他會做哪些改變 因為光憑這段話 只會讓大家覺得有一些些發酵 那無論如何 我也想聽觀眾朋友我們的思考量 因為難道真的要變共產化 甚至我們看到的是有人在講說 台灣要出現文革了嗎 這樣的聲音也還是有 但在街頭當然也有滿多人是滿滿意賴清德 目前他講的這段話 尤其強調說他認為賴清德上任之後 應該還是會延續蔡政府過去的一些執政上面的目標 應該不會做太大改變 但無論如何 其實答案很快就要見分曉了 520他就要上任了 而且大家要花四年的時間 好好體會一下賴清德執政 究竟將國家帶往哪一個方向 你是怎麼認為的呢 歡迎在我們的聊天室多多分享出去 也幫我們多多留言 跟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到一些圈台感謝收看 拜拜囉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請看一下 作詞致討療